我拍攝了一張 星軌照 那這個星軌照呢因為左邊有椰子樹 那椰子樹其實不太自然 所以我們就把椰子樹給換掉 我們只要調整它的水平 各位好我是興趣閃的攝影師Enzo 那其實我的頻道呢比較少有後製教學 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重度後製的玩家 大家知道就是前幾年盛行了一種叫做 現代風景攝影的一個風格 剛好我也認識他們 所以其實我對這種風格都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就是你要透過非常熟練的Photoshop 你才可以後製出一張非常漂亮的風景照 甚至於說在商業攝影上面呢 其實很多時候的人像精修 都是需要用Photoshop 然後一張照片可能要披個30分鐘之類的 才會是一個完美的狀態喔 這些流程呢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事情 並不是你剛入行攝影 你就可以馬上熟練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進入Photoshop的 那些過程給剪短的話 那不是件很棒的事情嗎 像是最近很流行的就是AI繪圖 甚至於說還有一些公司 開始應徵所謂的AI繪圖溝通師 很有趣齁 就是這個東西竟然變成一個職業了 在AI這個東西呢 越來越盛行的時候呢 它到底可以為我們這些創作者 帶來哪些的改變 那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的軟體呢 就是Luminar Neo 那這個軟體呢其實已經有過好幾個世代 接下來介紹呢就是這個軟體的最新的版本 然後它也更新了非常多跟AI有關的功能喔 那因為我已經測試這個軟體大概有兩個禮拜左右了 所以我也可以提出一些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功能 不是所有功能我都用到 但是我這邊就來跟各位分享一些 真的讓我感到一些新奇的功能 甚至於說讓我們後製流程呢可以大幅的降低時間 但是有件事情還是要跟各位說明 就是我真的不認為這套軟體可以完全的取代Photoshop跟Lightroom 以攝影師的角度來說 我們拍攝每一張照片都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後製每一張照片都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就是我們的創意 這個東西呢是不可能被AI取代的 你可以說AI可以讓我們更輕鬆的達到我們的創意 這個我完全同意 所以這套軟體呢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 做出一些我們想要達成的照片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適合的族群呢 就是一些喜歡製作圖的製圖師之類的 或是廣告製圖師之類的 那話不多說呢我們就來詳細測試這款Luminar Neo AI人工智慧修圖軟體 呼籲出來的 各位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到我們的修圖軟體喔 那首先呢,我先帶給各位看一些就是風景的部分 因為在風景攝影上面呢,其實修圖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要非常專精的話,Photoshop的技巧要超級好 所以我們先來測試它的一些重點功能喔 就是它的風景的換天空啊,這類的功能 那我們先看到這張圖呢,是我用手機在日月團所拍攝的一個倒影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星星 那我們來稍微的修圖看看喔 好,那我們進來之後呢,我先給各位玩一些我個人覺得還蠻厲害的東西喔 第一個就是這個增強,這個輻射 它輻射呢,就是它會讓它的顏色變得更好看 但它不是單純的什麼增加飽和度之類的 它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調整的 給各位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輻射AI呢,會讓整體畫面變得更好看 但是不是一個單純的加飽和度 我們還會在其他地方做測試喔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來選擇我們的天空了 那打開右上角這裡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天空 那這些呢,都是它一些內建的 然後在最下面自定義呢,我們也可以自己納入我們的照片 像是我按了它的加之後呢,我會在這個介面去選擇我要導入的一些星空照 像是我想導入這張我就按確定 這樣子它就會把這張星空照給導入 然後就可以讓它直接劈 我所拍攝的星空 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個樣子呢,就是我所拍攝的星空 被劈到了這個圖層上面喔 那如果它劈的不好的話呢,我們只要在下面這個修改遮罩的地方 我們再稍微調一下它的痊癒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把一些比較有問題的地方給抹掉了 我最後要給各位一個概念 就是,不是它給你什麼你就要用什麼 因為有時候可能不搭 那這個情況下呢,像是我這張銀河照其實是銀河的特寫 在這麼廣角的情況下,其實銀河就不會長這個樣子 這邊我來換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之前我在泰國所拍攝的一張 星軌照 那這個星軌照呢,因為左邊有椰子樹 那椰子樹其實不太自然 所以我們就把椰子樹給換掉 我們只要調整它的水平位置呢 它就會慢慢的把它給推掉 然後垂直位置再稍微調整一下 把它調整到一個不會看到椰子樹的情況 就OK了 所以在現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差不多調完了 然後如果這個星星的位置呢 你要改的話呢,是可以改的 然後像這個地平線的位置呢 就是它批星空的地平線的位置 它會自己判斷,但是如果你覺得不好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做修改 倒影是一個它批的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調整我們倒影的清晰程度 它就會把倒影的這個星軌給批上去 有沒有看到,非常的明顯 喔,有沒有看到,超級棒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水樣柔化一點 讓它看起來再自然一點點喔 那最後呢,有這個天空調整 我們可以把它調整成閃焦 但是這個場景呢,其實不適合閃焦 我們就不要調這個了 那我們進到一個發展 這個發展其實翻譯有點問題 不過沒關係 基本上你多摸幾次你就看得懂了 這介面呢,基本上就是Lightroom我們常看到的 我們可以調整曝光度啊,然後智能對比度 那它的智能對比度還不錯 就是它不是單純的調整對比 它會分不同層次去調整對比度 然後顏色的部分呢,就是可以調整一下你的色溫 像這種星空罩呢,基本上都是色溫要再 欸,藍一點會比較漂亮 那它在編輯完之後呢,都會出現在右邊的編輯 是你使用過的每一個功能 你這邊呢,就可以把一些你覺得 你不想要的功能給關掉 那我們再來看這張風景照 那我特別都挑一些比較普通的照片 那一樣呢,我們進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這個預設集 那它的預設集不是單純的套用LUT 而是套上之後呢,它會自己啟動它的AI 就是它會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功能去做套用 假裝我們套用這個背光雲朵的話 我們到我們的編輯介面可以看到說 右邊這裡呢,就是它所做的每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做了什麼事情 那如果你不要某一個結果 也可以在這邊一個一個去刪除一些 你覺得沒有需要的一些動作 好,我們換個天空 那這裡我們換它內建的 原圖呢,就是一個陰天所以不好看 但是假裝我們換上晴天的話 我們可以選一個比較適合的 像這個可能雲太多 我們就選擇這個 這個的話呢,就比較適合現在的這張照片喔 大家仔細看 第一眼看過去是不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沒錯,因為它的天空置換呢 真的換得還不錯 然後大家看這個倒影清晰度 它也有成功判定出來這張圖 的這裡才是倒影 有沒有看到 可以讓我們的水流更為的漂亮 那天空換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一些基礎的調整 像是一樣智能對比我們可以拉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對比度拉起來的感覺呢 跟一般的對比度呢 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有亮部對比度 中間對比度 還有陰影對比度呢 都會分別去做調整 所以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比度 有很厲害的東西呢 就是它的AI 按下這個 人工智能折罩 讓它判定一下 那每次判定都會有這個 好像很炫炮的動畫 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判定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可以判定出天空 重點是這個建築物 有沒有看到 它把建築物給圈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很單純的 只調整我們的建築物 甚至於說它的色調 像建築物我們想要冷一點也可以 想要綠一點也可以 想要粉一點也可以 薄的度也可以低一點點 它就可以利用AI去判斷出 這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打光AI呢 我們就可以分別調 前面跟後面的亮度 然後讓我們的照片 會比較有一個好的層次感 再自己調我們的深度 然後氣氛的話呢 這也是AI 它會自己去加有霧的感覺 或者是有水氣的感覺 或是有薄霧的感覺 所以這個情況就很適合一些 在深山裡面拍照 讓我們的照片呢 有一種 森林浴的感覺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照片呢 我們來一步一步做給各位看 一樣呢 我們先進到我們的真牆 我們就可以直接讓它AI的 真牆我們這張照片 像是它就調整了很多 我想調的東西 它把暗部給拉起來了 然後把亮部給稍微降下去 讓整體的照片呢 看起來會 層次感會更好一些 那如果還不夠的話呢 我們就來自己做調整嘛 我們可以智能對比度拉一點 然後曝光度拉高一點 陰影拉高一點 那這樣子呢 會比較符合一個 我想調整的感覺 這邊是重點喔各位 這個打光呢 這張照片 它可以成功的判斷很多東西喔 你們看喔 這個近處打光呢 只會打到人 還有前面的一些葉子 遠處亮度呢我們可以把它降低 有沒有看到 不用降太多 降太多會不自然 我們降低一點點的話呢 就可以讓這個人像的法師光的感覺 更為的清晰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太陽光線 放置太陽中心 我們可以把太陽放在左上角 然後就可以把它發亮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厲害耶 它一定是有判定這張照片的深度 在去做這樣子的打光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調整這個太陽的程度呢 整體照片的層次感感受 跟一開始真的差非常多 你們看差別 然後像這個陽光長度 算是陽光的擴散程度吧 我們可以開亮一點 讓整體的照片呢 有一種朦朧美的感覺喔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光是一個太陽 這裡就有這麼多的設定 可以去做調整 那我們這邊來測試一個叫做光輝 光輝的話呢就是柔焦鏡的概念 我們可以按這個夢幻柔焦 整個照片呢 具有另一種柔焦的風格給出來了 很適合拿來當作一些廣告文宣 或者是一些旅遊的照片對不對 像是我們這裡呢 就可以調整一些我們不一樣的對比度 像是這個翻譯錯誤喔 這裡應該是亮部 highlight的意思 highlight其實是亮部 它翻成重點呢其實也沒錯 就是highlight也是重點的意思 但是這裡就不是重點 所以它會有一些中文翻譯的錯誤 那我還會回報給他們這樣 沒關係那如果大家擔心這個翻譯錯誤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使用它的英文版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Lyron是沒有的 像是我自己用達芬奇調色好一陣子 其實我會覺得 達芬奇的調色比Lyron還要更強 但是像這個軟體的這個調色的部分呢 其實也比Lyron還要再更多遠一點 然後左邊這個家 這個家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自己去套用一些 東西上來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到它的網站去下載更多 你也可以加入你自己的一些光輝進來 像這張照片的話呢我想加入這個 煙火的感覺 這煙火的感覺其實不是煙火的感覺 但是就是一個 有點露光的感覺 像我們給它加多一點有沒有看到 這張照片的FU又更有了 超級像一張電影海報或是劇照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圖呢 是一張肉檔 然後這個照片呢 是因為我在拍昆蟲的時候 需要很快的快門速度 然後再加上當下的光源沒有那麼的足夠 所以ISO噴得很高 ISO6400 可以看到呢這個雜訊量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使用它的功能 也就是它新的功能 這是新的喔 它的無噪點功能呢非常的厲害 我們來測試看看喔 這無噪點功能呢在這邊寫說 建議使用高來調整這張影像 因為其實在去噪點這件事情上面 Lyron的去噪的模式呢 就都一模一樣 那在這個軟體呢 它的去噪點就是一個AI演算的部分 所以它會針對這個場景去做不一樣的去噪 會讓去噪去的非常非常的好 當然我們放大來看呢 還是會有一些噪點給存在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調整這些參數呢 讓它的噪點再更為少一些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使用它的增強 也就是它的輻射 我們會讓整體的層次更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像背景這裡的綠色呢 因為去雜訊其實還有一點噪點的感覺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輻射AI呢 它會把顏色給補滿 就是它會讓整體的顏色 呈現得更為的順暢 我們會很明顯看到 左邊呢 因為圓圖的ISO實在是太高 所以Lyron你不管怎麼去 又想要維持細節的話 單純靠Lyron的功能呢 修得最漂亮的情況 就是左邊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 AI的智慧降噪 是讓我覺得最棒的一個功能 它可以讓你的作品 變得非常非常的乾淨又好看喔 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它的 這個版本的新功能 也就是這個超級瑞化 這超級瑞化呢 可以拿來救一些你手證的照片 或是你私交的照片 先跟各位講 這就是一個救援 不是一個100%可以救的回來 100%救回來的話就太誇張了 所以它就是讓你的照片呢 可以稍微的給救回來 所以我們給它救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 我們按這個 有沒有看到 它確實有讓照片更為清晰了喔 左下角有沒有看到這個無損放大 就是它是讓你的照片解析度可以直接提高 那這張照片呢 解析度是1152 這是我故意的 我把這張照片給壓縮了4倍 然後再給它放大4倍 給各位看一下差異喔 我們直接把它拉到這個 無損放大裡面之後 然後按4倍 無損放大 好 它就放大完了 那我們來跟原本的照片比較一下 差異大概有多大 左邊是我降低畫素的版本 右邊的話呢 是它的自動放大4倍的版本 我們可以先看到說 整體的細節呢 真的是有非常明顯提升 像是帽子的細節呢 也變多了 然後整個眼睛的感受呢 也比剛剛還要更為真實 而且看起來是算得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這裡也蠻厲害的 衣服的部分呢 看起來是真的是放大得非常像真實的樣子喔 而且整體法師的感受呢 也有做出來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左邊是它使用 低4倍解析度 然後再放大上來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放大上來的結果呢 其實真的相當的不錯 真的有接近原圖的細節的感受 像這個頭髮的加強程度呢 都跟原圖是有十分的接近的 所以這個無損放大的功能呢 我覺得是相當的實用 你拿去放大一些老照片呢 其實非常的好 那這邊呢 我再測試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HDR合併 那我們拿這兩個丟進去 合併 然後它就合併完成了 然後它合併完成的效果 其實合的還算不錯 整體來說 細節都顧得不錯 進出的邊緣呢 也都還在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左邊是用Lyron的合成功能 所合成出來的樣子 右邊的話呢 是Luminar Neo所合成的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兩者對於HDR自動合成 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像是我不太確定為什麼 就是Lyron的這個光 會長這個樣子 星空會長這個樣子 但是在Luminar Neo的話呢 它就會合得 算是非常的好 星星也不會有奇怪的現象 應該說它疊圖的時候呢 會是有一個計算過的 結果不是單純疊在一起而已喔 那最後呢 再來簡單分享一些情況喔 像這張照片呢 就是我覺得 整體來說還蠻好看的 但是就是 雲有點多 我們換雲 甚至於說我們可以換一些 其他的風景 它的景色呢 還是會被重新打光的 我們可以換這個 算是有一點小小火燒雲的部分 我們可以對下面的地景 給重新打光 讓整體照片的FU更接近於這張天空喔 目前這個狀態下 就是我會覺得 前景 就地景的部分太亮了 因為理論上 應該不會這麼亮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近處的亮度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可以來調整我們的 曝光程度 然後這裡呢 因為我不想要調到天空的部分 所以 我們一樣透過它的AI的遮罩 然後去調整景色的部分就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的景色的部分 給全部給圈出來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判斷是多麼的準確 植物群3月 然後天然鋪面 算是前面的鋪面啦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調整前面的景色的部分 把色溫調黃一點 色調稍微也調一下 保暖度降低一點點 這樣子呢 整體就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然後有些地方沒補到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再用筆刷 去把它給補滿 目前這樣子調整完呢 就會讓這張照片是一個 比較和諧的狀態 大家絕對不要覺得說 你有這套所謂的AI修圖軟體 你就什麼事都不用做 而是說 它幫你做了更多的事情 像你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去圈那些東西 你也可以成功的修出一個 比較好看的照片 那人像的部分這邊 再稍微修一點點給各位看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可以調整 我們的紅魔喔 我們可以直接換顏色 很酷耶 雖然說這個直接換上去會感覺有點怪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玩玩看 然後甚至於說我們還可以換成貓 我記得有貓 就變貓眼了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玩的功能 但是假設如果你是一個衣服廠商的話 如果你是台灣的model或什麼的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讓你的model看起來像一個外國人 酷吧 然後在它這個皮膚這一塊呢 這個翻譯也錯誤 不應該是膚色 應該是調整皮膚喔 我們可以直接按這個 移除皮膚瑕疵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自動把一些地方給移除掉了 移除炫光呢 就會讓我們皮膚看起來更好一點 但是建議不要開太大 會有一點塑膠感 色調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可以自己套用我們的LUT檔案 所以假裝你有很多LUT的話呢 你就可以自己加入 我們可以套完色調之後呢 再調整我們這個色調要套用的程度 最後呢這張照片跟剛剛一樣 我覺得可以加一個打光的部分 可以看到呢 遠處打光呢就是偏背景的部分 我們可以背景再亮一點點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光輝 讓這張照片有一個 柔光的效果給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總結的時間 這邊來就跟我們分析一下 你到底適不適合這款軟體 又或是說 什麼樣的人適合這款AI智能的修圖軟體呢 那首先呢 先來講一些我真的非常非常驚豔的地方 像是第一個就是它的增強AI 像這樣照片假裝綠色的元素比較多 它可能就會稍微綜合一下 每個顏色的評分點 所以就讓你的畫面更好看 那這個功能呢 是在Photoshop跟Lightroom都完全沒有的 你絕對不會有類似的功能 它可以讓你的圖片的顏色的 整體的層次感或什麼的更好 這東西真的很厲害 就是像我在修一些山的圖 或者是海的圖的時候呢 透過這個功能呢 你不是單純的什麼加高飽和度而已 你是讓它的整體的顏色過度更為的順暢 所以這東西真的很棒 另外呢關於一些天空P圖的那些東西 或是人像修圖的這些東西 我個人認為這套軟體很適合一些 在做廣告的人 我說的做廣告呢 是說做一些平面廣告的 像是一些 你用這套軟體呢 你就可以在一個很普通的山 然後P了一個星空上去 然後你也會省下很多 你用Photoshop的時間 非常的快速 甚至於倒影呢 也可以瞬間的P上去 讓你在做一張背景圖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在人像修圖方面呢 其實我覺得最適合的就是一些 需要快速出片的人們 或者是說 你懶得進PS的情況下 其實這套軟體 真的做得還不錯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呢 其實也超級適合 因為你竟然呢 只要點一些東西 點點點磨皮 然後去除瑕疵 甚至還可以改瞳孔顏色 然後也可以改你的臉型之類的 然後可以分那麼多層去調整你的臉部 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功能 非常非常快速可以達成這樣子的動作 當然呢我不是說Photoshop做不到這件事情 只是整體流程上 還是會比這套軟體更為困難一點 尤其是對新手來說 那不管怎麼說 這套軟體的這些AI功能呢 真的很厲害 尤其是那個換天功能呢 雖然換天功能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就是這個換天功能 我可以在一些平凡無奇的照片 套上我自己拍的星空 我覺得我自己拍的星空的素材 還要比他們一些提供的還要更好 我套上自己拍攝星空之後呢 就可以讓這張照片變得更漂亮 我不是一個非常追求這種虛假照片的人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為了做一張圖片 或者是一張背景圖的話 其實這種東西都是很正常的 像是我在拍攝一些商業影片 或者是商業廣告的時候呢 我也常常需要大量的PS 甚至於說像我們做影片的時候 也很需要一些AE的功能 像是我們這些廣告呢 需要一些合成的地方 像綠幕啊不管什麼的 我們都是需要去AE做合成 才可以合得漂亮 所以其實後製這種事情 在現在來說 已經是非常常見的一件事 這張軟體適不適合你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真的還不錯用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評測報告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那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我的頻道會員呢 每個月都會送一組色調 欸這組色調呢 只有在這個月可以下載 過了下個月之後呢 我就會把它給移除囉 所以加入月久的話 你可以拿到越多的 Enzo專屬色調 我是興趣產的Sense Enzo 謝謝各位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